干嘛鬼鬼祟祟 小姐哥 起这么早 进来 喝杯咖啡 好啊 你没事吧 我去给你找护照 我去给你找护照 沉迷南色 你这样对得起修哲哥吗 梦 啊 嗯 谢谢啊 秀哲哥 既然我姐现在安全了 那我还是想先回川田市看一下我妈 你 会回川田市的分店吗 怎么 她回去之后 找不到工作 想来我店里面 送外卖 哎呀 别闹 我说真的 这 人家不是想你回川田市照着人家 你还需要人照吗 我看你男朋友挺有实力的 他有实力 他就一打 他不是我男朋友 那男朋友是谁 我男朋友 等我姐的事情解决了我再跟你说 行 你姐的事啊 我一直盯着 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 嗯 我对不起啊 是你啊 就这么不想见到我啊 不太想 不太想 就因为 昨天晚上跟我睡了一晚 不好意思 你这个人 我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明明是我睡的你好吗 想什么呢 我是说 你昨天差点把我害死了 就没有一点愧疚之心啊 那 我看你不也活蹦乱跳 行行行 我不跟你计较 走吧 跟我走 去哪儿 我早上答应你的事 现在已经安排好了 我早上答应你的事 我说了 不会欠你人情的 不用 我又没照顾好你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我先走了 你不想赚钱了 不想 钱财乃身外之物 年轻人要有梦想 不能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所以我现在要去追求我的梦想了 你现在想的倒是挺开的 那是因为师傅教育得好 师傅再见 你跟着我干嘛 我是觉得你是个人才 我们公司需要你这样的人 我 人才 你们公司要倒闭了吧 你要跟我到什么时候 跟你倒愿意去我们公司上班喽 我的天哪 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 喂 你就去看看呗 也许你去了以后就改变主意了呢 你不会真的要带我来这里上班吧 你不会真的要带我来这里上班吧 在这里上班吗 你有这个权限吗 我可是这里的 经理 把你这种小喽啰塞进来 只不过是动动小指头的事情 赚他的钱再还给他 他到底是怎么压榨你了 你要这么搞他 是不是很有意思 我怎么觉得你脑子有点不明白 好了 赶紧上车 请你吃饭 明天正式入职 倒是被你安排得明明白白了 知道我这么拼火 请我吃饭 在我家 你胆子也太肥了吧 一步错步步错 就当破罐破摔喽 不行 你不要命我还要呢 拜托 我是真的饿了 拜托也没用 你听听 你听听 我可是为了给你找工作 一天都没吃饭了 嗯 他又不在家 我可是差一点死在你手里啊 好歹认识这么长时间 就当散伙饭吧 只是带别的男人回家 柏姨不会告诉我的 这边 这边 柏姨 柏姨 你在这儿坐着 不许乱逛 不许说话 好好坐着啊 我去做饭 不许动 非得来我家吃饭 要是被发现了 都得死 赶紧想想怎么把他打发走吧 做点什么呢 这也太麻烦了吧 专业泡面二十年 是不是少点什么 看在我跟你相识一场 我就再给你加个蛋 要不再给你加个配菜 看看我对你多好 我昨天的榨菜放哪儿了呢 榨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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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榨菜呢 榨菜呢 可这儿呢 吓死我了 你俩什么关系啊 我 我和他 震晨 之前可让我转告给你啊 他 他跟你真的没有真感情 如果你遇到好的人 他会祝福你的 我觉得啊 那个师傅人又无足 你看长得帅 人又好 放在家里吃块饱 男人见了都得思考 那女人见了 直想不到 这样的鸡皮 那要把握住机会 不是 桂姨啊 你可是服务了温家十五年的金牌管家 你是说叛变就叛变了 不会是你 爱上了我那个师傅吧 怎么 很 温小萌呢 哎呀 桂姨我是跟你一见如物嘛 我是真心的想让你好嘛 你真是 行 谢谢你啊 你的好意我心里了 你就先回去休息这儿 今天的事情 就到没看见了 对对 回去吧 快去吧 快去快去 去啊 靳晨 我和小萌说了 怎么样 你有这儿管用吗 我翻遍言情小说 发现了一个规律 女主身边的每个人 都有一个共同点 助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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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男女主的情感推进而助攻 打机儿去 跟我就是这个人设 基本操作 开饭了 来了来了 小儿姐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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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烫烫烫烫烫 看这蛋卧的啊 充满了爱心 我下厨这么多年 都没做过这么有灵魂的东西 吃吧 所以我们俩的情意就只一碗泡面 再加一碟榨菜不能再多了 我不吃了 你不饿是吧 那太好了 霍姨送客吧 你就这么想把我从你们家赶快哄走 你是不是怕被老男人看见啊 霍姨 霍姨 昨天晚上我跟你们家 你到底想干嘛 吃饭饭 吃饱饱 好 我这就去给你做饭饭 让你吃饱饱 给我吃饱饱 没吃完不准备 一口都不能上 哎哎哎哎 小儿姐辛苦了辛苦了 小丁姐 来来来坐坐坐 我一直以为你只有跑快 没想到做饭也挺快的 嗯 好吃 果然是全能啊 蒜牛品味 哎 你这做饭都是跟谁学的啊 嗯 嗯 好吃 我妈以前是开餐厅的 我耳濡目染也就学会了 所以 你不想去公司上班 就是想自己当个厨子 还真是 我的梦想呢 就是开一家餐厅 民以食为天 这样我就有时间 能够研究美食了 甚至还能喂饱自己 我看是把自己喂饱 才是关键吧 对了 你不是投资了很多公司吗 为什么不自己投一个餐厅呢 投那多没意思啊 所有的事情都要亲力亲为嘛 你的梦想怎么能交给别人呢 对吧 鬼爷 说得也是 那你呢 你的梦想是什么 跟你一样啊 夫爷 真的 每当我很忙的时候呢 我就在想 要是我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该有多好啊 你 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吗 那你就辞掉啊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 这 这我可得好好跟你说一说了 我告诉你啊 人啊 就活这么几十年 万一哪天你出个什么意外 得个什么病 要及时行了 知道吧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我 我不是要揍你的意思啊 不好意思 我是没有想到 你的人生观 竟然跟我铁一致的嘛 是吧 那你想开一家什么样的餐厅啊 我想开一家很小很小 我想做什么菜 客人就只能吃什么菜的餐厅 你这个人就这么喜欢强迫别人 喂 你这道菜 是放了多少辣椒啊 你尝尝啊 那个是我的拿手好菜 特别好吃啊 我还是不尝了吧 怎么了 瞧不起我的手艺啊 晓晓姐 她可能是吃不了太辣 你吃不了辣的 谁说我吃不了辣的呀 我就喜欢吃辣椒 哎 嗯 嗯 怎么样 好吃吗 一点都无辣 赶紧去盛饭啊 别以为是客人就能饭来张 我 我去盛饭 我自己盛饭 哎 好 老板 有件事要跟你汇报一下 说 发现夫人订了一张高铁票 她要去哪儿 穿天时 哎 你怎么盛个饭盛这么久啊 不会是我让你盛个饭 你不高兴了吧 难道你打不开电饭锅呀 你不会吧 你连电饭锅都打不开呀 你 我帮你 你要去哪儿 我 我去给你拿烧盛饭啊 没有我的允许 你哪儿都不能去 师父 你可以允许我去 尝个饭吗 去吧 对了 晚上有个烟火表演 一起去啊 不了 我晚上有事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怎么了 小小姐 我 我在网上订的高铁票 莫名其妙被取消了 小小姐 就这点小事对她来说 不叫事 她怎么这么无聊啊 她不是说会祝福我了吗 为什么还不让我走啊 这个 钱 你钱都没还呢 她怎么能让你走啊 她不是连卡都给我了吗 你不是很有骨气 要自己 能不能不说完 这个辣子铁丁可能有点辣 肚子突然 你们先聊着啊 我这 憋不住了 照我说啊 你就听我一句劝 咱们俩在她的公司 把她的钱挣了 然后就赶紧离开了 这你就不懂了 你说 我要真去她手底下工作 她要是被我的美貌给吸引了怎么办 她要是对我动真感情了怎么办 你对自己还真是够自信呢 我是怕她对我使伴 你说 她这么一个 阴晴不定 琢磨不透的人 万一 一个不小心又毁约了 那我 我该怎么办 你想太多了 温氏那么大一个公司 你以为谁进公司都得跟她报位啊 再说了 她也不经常来公司 看来搞不定这件事 我真的就走不了了 你别想那么多了 这是你目前为止 最快的解约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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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 奔赴 吃辣椅子 他就会吃辣椅子 跟他带牠子 去吃辣椅子 他有得咱的咱们 你吃辣椅子 我吃辣椅子 你吃辣椅子 还有没有帮椅子 我吃辣椅子 你自己的要求 就行 我已经安排好了 精力权限这么大 别的地方我不敢说 人是不忙 我还是横着走的 六六六六六 你是这个 那我先进去了 好好干 让大家看看 你这个天才少女 到底有多厉害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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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您放心 我一定满足她的所有要求 来 好嘞 再见 是张经理吗 对 张经理好 我的名字叫 袁思雅 对 我今天是来硬并 经理助理 等了你好久了 合同都准备好了 来 在这个上面签个字 然后待会儿啊 出去经过前台右拐上楼梯 就是经理办公室 您误会了 我应聘的好像是前台 这样啊 那你会打字吗 会 会做批评计划吗 会 会做会议记录吗 会 一点 那不就完了吗 这么好的人才 让你去做前台 那不是取材了吗 你看 我们经理助理的岗位啊 正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来来来 别想那么多了 把笔拿着 在这儿 在这儿签个字啊 不行啊 我这个经验还不行 我还是先从前台做起吧 这经理助理的工资啊 可被前台搞多了 没关系 一步一步来吧 这样 别人也不会觉得我是走后门 你看看 我就说嘛 谁啊 没想到这小姑娘 有这么高的觉悟 后生可危啊 那行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那我就答应你吧 谢谢经理啊 好啊 那个 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当讲 当讲当讲 有什么话 尽管讲 就是我的工资可以日捷嘛 没问题 别说是日捷 如果你当天的绩效成绩满分的话 还有额外的奖金啊 太好了 谢谢经理啊 不客气 那你稍等一下 我换一份啊 好好好 谢谢啊 不是说现在大环境不景气吗 工作这么好找的呀 搞定啦 谢谢你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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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客气 不客气 有什么好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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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媛媛 温主 她人呢 她去前台了 我不是让你给他安排一个经理助理的工作吗 这 我这不是都是照着您的意思办的吗 您是说让我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甘蛋 我做错了吗 没有啊 是放电吗 是的 好了 你好厉害啊 你是新来的吗 对啊 我今天来的 个子这么小力气这么大 来 给你喝水 以后这种种活交给我就行了 好啊 谢谢啊 没问题 张经理好 好 好 小元同学 张经理 来 这是你今天的工资 一共是三百块 另外加班一个小时还有一百的奖金 都在这里边了 谢谢啊 对了 周末如果你愿意过来上全班的话呢 公司和奖金还有翻杯 你看还麻烦你送一套 下次我自己过去就行了 你看你这小姑娘跟我客气什么呀 以后把我当自己人 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好了好了 行了你先忙 拜拜经理 拜拜 来 不都说大公司的人勾心都叫的 看来他就都充满了善意 大气啊 一看师傅就有话一圈 果然没骗过 我下班了 为了感谢你的帮助 我决定用今天的工资请你吃饭 会调时间 一般这个时候我很忙的 不过今天刚好有空 文君 嗯 去帮我把另一套西装拿来 您是要去见客户吗 可是今晚上没安排啊 我让你去拿就去拿 哦 哎 等一下 你看 我还有什么问题吗 无可挑剔 快去快去 您好 我是隔壁大学金融系 一年级的新生 我叫颜思雅 是啊 我想找你谈个合作 什么合作 是这样的 我和我的同学们 正在组织做一个网红经纪公司 目前已经是超过百人的规模 我们有不少的作品在上面 已经超过了数十万的点赞 你好 啊 你说 这是调取的监控内容 上个月二十八号 这位袁小姐确实出现在了文大师 这男的是谁 没有查到 不信 你听下来 你听下来 我听下来 走了 拜拜 皮肚大男人磨磨叽叽的 都半个小时了 还不下来 喂 小哲哥 呀 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 你是不是喝酒了 我好难受 为什么我什么都做不了 为什么 你先别说话了 你告诉我你在哪儿 我现在去找你 师傅 拿手 小舅哥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思雅 你所算来了 你喝多了我是月月 我送你回去啊 是 我好像是 他怎么可能会来 他也是吧 到底怎么了 没有 你来了真好 陪我喝一个 我先送你回去 你回去喝行不行 起来 师傅 我们就在这儿 这个去哪儿都做公交的 起来 真实的大车来酒吧丑这个家伙 你快起来 回家喝 喝完还有什么节目吗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说了要请我吃饭吗 我没说不请啊 只是 改天好不好 思雅 我不说你怎么别的 待会儿在一起吃饭 别动手动脚 小舅哥 喂 你放开我 喂 你干嘛 小舅哥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你这个人可不可以不要这么霸道 我还可以更霸道 今天是我错了 我不该放你鸽子 可是你能不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下 他喝多了 要是出了点什么事怎么办 他对你来说就是那么重要吗 当然很重要 如果你的朋友出事了 你会不管不顾吗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讨厌的人 可是你下次做什么的时候 如果和我有关 能不能先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你觉得你是对的 我也觉得我没错 我们两个这样是不能沟通的 将心比心哪 我 大家都是好朋友 我们一起送瘦哲哥回家好不好 不好 谁跟他是好朋友 我就知道跟你讲道理没用 我让林文君送他回去 你去哪儿 我饿了 去吃饭行不行 那我也饿了 来 加一杯 你要吃这个啊 这看上去太无卫生了 走 我进去吃别的吧 别啊 这里富尔玛临泡的鱿鱼特别好吃 还有滴沟油做的酸辣粉 我一次能吃两碗呢 还有那个羊肉串 应该是死耗子肉做的吧 但是真的特别香 你也有他的手嘛 老板 十串羊肉串 五串花串 好嘞 再来两瓶酒 来了 为什么要喝酒 你都说了 对啊 整腰串是死耗子肉做的 喝点酒杀杀菌 怎么 怕你喝多了 正好便宜 干杯 喂 你什么时候变成小女人了 这么羞浅 我不就很小女人吗 在你心里我是什么形象 偷车 翘锁 跳楼 我认识的人里 没人能跑得过你 包括男生在你 你说你在我心里是什么形象 那 狗急了他还跳墙呢 我这 我这平常也不是这样啊 怎么 在你那修哲面前 就变成小女人了 在我面前 就变成运动健将了 运动健将怎么啦 瞧不起运动员是吗 小心分分钟叫你做人 没挨过运动员都揍吧你 嗯 林文君好像挨我 而且瘀血了两周都没散 你是不是喜欢那个裴修哲 关你什么事 他到底哪里好啊 他哪都好 比如 温柔体贴 长得帅 你的意思是我没他帅 来 干吗 好好看看啊 对比对比 我们两个谁更帅 嗯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怎么可以偷拍 给我瞎了 瞎了 你先告诉我答案 答案满意了自然会神 我也不想把一个败着的照片 放在我手机里 快说 你帅你帅你帅 上了行吗 这就对了嘛 算你有眼光 可是人家身材比你好啊 你摸过 你怎么说 当然没有了 你想哦 你想哦 不想 你别想太多 我是说我的 对着空气说 以为你在哪 空荡的房间 想想我 很歌手吗 小元姐 哥哥鬼啊 染啪啪 我开始下雨了 我开始想你了 也就那样吧 有些情绪开始醉我 才晓得 曾经拥有过 才会难过 越是深